小米 很饿了吧 来,给你们准备了美味的小米 煮开一点,不要咬我的手啊 米在这里 放我的手上来 真是怪 OK 尽情地吃吧 大家好,我是丽夏 新的一天又开始了 走,带你们去看一下我的花园生活 这个土豆,这个叶子的话 都已经是枯死了 可以把它给收了 这盆土豆的话 大家看它的这个秧还是绿油油的 所以这盆我就暂时不收 让它继续多结点土豆 这盆土豆之前在上面 收了四个稍微大一点的 我现在很好奇 它底下会不会长土豆 现在就把它倒出来 哇,这里 这一个有点畸形 不是很大 哇,这个好小 断掉了 哇,大家看 从这个旁边 长出了一个比较小的出来 哇,这个 因为这个它还比较轻 可能它还能长出小的来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 没有长大 哇,这就是之前的那一个土豆 已经是烂掉了 大 哇,这个大 这个真的大 大 啊,这个真的大 啊,等一下那我就没了嘛 没了吗 要是第2年再种土豆的话 我可能会把它种得比较浅 然后上面会留充足的空间 等到它这个苗慢慢的长大之后 再给它附几次土 这样的话 这个土豆可能才结的更多 刚刚看到的那一盆土豆 我就是在后期附了两三次土 那个肯定到时候收获会比这个更多 真的没有了 所以加上上次的四个的话 大家看总共七个 这里还有一个这么一点点的 这个能吃吗 惊喜不惊喜 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 这个土给它曝晒几天 还可以回收利用 这里又发现了一个小的